台南的主廚現在示範如何正確美味的是台南牛肉 一般人都會把牛肉片放到這個肉燒裡面 然後用這樣子汆燙的方式 其實這樣子不會很準確的讓牛肉變得最好吃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台南地道的吃法 首先我們準備一個碗 然後把要吃的牛肉夾進碗裡面 不要夾太多片,夾個一兩片就好了 然後我們牛肉滷的湯一定要非常的滾 非常的滾燙 我們就用這個滾燙的湯呢 沖入這個牛肉片裡 一定要泡或蓋過這個牛肉片 用湯的魚肋呢 來把牛肉片做個三溫暖的泡溫球 它就可以達到剛剛好的熟度 粉嫩色 像這樣子的牛肉片呢 就是最剛好的了 像這樣子的牛肉片呢 像這樣子的牛肉片呢 就是最剛好的了 還有 豬肉片呢 就讓我們來看看